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乐言 今天是11月8日第22个记者节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 如果记者节 记者们都放假了 会怎样呢 假如记者节 记者都放假了 哎呀 快迟到了 听听的话 咦 怎么没事呢 咦 怎么回事啊 今天怎么电视都没有画面了 我去 这里有个小桥 不行 我要曝光 不好意思 今天记者都放假了 放假了 但是实事 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重启 我们不休息 我们就在见了 我们就在见了 有点明显地把这年轻人带到柯里鲁县衣 大火全身 勇敢往前冲 新年就在我心中 我们已经不可战胜 是真正的 放假这样的事情 想想就可以了 因为服务美好生活 我们随时待命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啊 让郑州的郭女士最近有点痛苦不堪 甚至有点焦虑 因为她说遭遇到了公司领导的闲猪手了 哎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去看一看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职场性骚扰 我最近在公司经历了摸屁股 递东西的时候 我就有意无意地摸你的手 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已经请兵驾请了一个多月了 这么严重 到底是咱会认给我说呢 我是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 在8月29号的时候 我上班期间去洗手间的路上 被楼上的一个车队的领导性骚扰了 你给我模仿一下 你那个领导当时是怎么信骚扰你的 你是这样走 我是这样走的 对 然后他就这样左手使劲地摸了我一下 为啥不去反抗呢 因为他是一个中层的领导 我觉得一个小小的员工 没有办法去跟这些人去对抗 他多大年纪了 他有50多岁 那小冠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25岁 这种事情只能跟我 不能跟其他人 他比我女朋友要大一楼 跟我们父母一样大 他还对我女朋友做了这种事情 而且还是违背他自己意愿的 我们肯定很气愤 你为什么不道歉 没有赖啊 我没有来吗 我们要求公司大会公开道歉 你是集体领导成大会 跟那个有关系吗 不是 你现在是咋解决吧 你为啥给小郭道歉 是真的如小郭所说 你对他有多紧张了吗 我没有啊 没有为啥给他道歉 我可以抽这实面呢 怎么样的 我大花有点碰他 不是控浅水 因为控浅水是没有温度的 我也没有必要 因为别人拿控浅水碰我一下 就搞得我心里 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想到 用控浅水瓶这个梗 谁教你的 你自己也很清楚 没有必要在这说一些 扭曲事实的话 而且这边还隔着一个人 他对我伸手 你那隔着一个人 你还去摸人 我咋说的 我明摸他 我明摸你心里非常清楚 对 这个当时确实是挡住了 确实也看不清什么 当时碰到哪了 就碰到后背 他一坐都一摔 就碰到后背 肯定不是后背 他明明白白地碰的是我的臀部 你说假如我穿着短裤 穿什么的 那些男的见色奇异 对我做点什么吧 相对来说正常一些 但是我穿着长袖长裤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无意的还是有意的 就是按照就大个找 不让了都同时之间 你打招呼就这么碰一下 你跟其他人打招呼 都是碰一下吗 你不会用嘴吗 你还是没嘴啊 你这我说的不是挺清楚吗 用嘴跟哪有啥关系啊 你咱俩人家打招呼都是朋友 你别碰我 是不是也是算算算了 我不同意这个 这个打招呼碰一下 是长通的规矩 还是你的规矩 谁俩规矩也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碰我女朋友干嘛 还是同事不是 咱俩要不认识 我会听得到 他跟你不熟啊 我问你是 他要跟你熟啊 他会这么做吗 那你平时 跟别的同事打招呼 也是这样 还是说是针对他 你我问他 按这打招呼 你又是一人呢 嗯 董老师 他有没有给你这样 打过招呼 如果这样的话 您是什么想法 我不怕没有意见 我可以跟他住关 打电话就要叫过来 我问他 他俩也卤着 这娘说的 这儿走卤足 你跟我捧了一下 有意给他打招呼 这种关键水平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无意的 看到他咋的 这后边 我找到这不看着我 咬 就是后边 小郭说他当时用左手 没拿矿泉水平 董先生说是 拿着矿泉水平 给他打招呼 摆了这肩部了 您是说随意 弄到腰部了 现在来说 你们三个人 有三个说辞了 像类似于这种 不太雅的这种行为 他是有多少次 最少有两次以上 发单据的时候 故意装作不经意的时候 身体接触 接触哪 手 咱俩接触过吗 发单据的时候 大哥 有视频你都不承认 没有视频你更不承认了 我有啥不承认的 路上还有个人的 还有他的领导 我一个人 我领导都在办公室里 或者 地裁的时候 咱到底有没有 有意或者无意 去碰他的手 打个招呼 对着朋友 又不是说 郭古仪去 这么这么多了 在你看的 同事之间 只是简单地打什么招呼 触碰一下 但是小郭认为 上升到一种性骚扰了 这个事情 我女朋友比较忌讳 已经对我们 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 她每天要 吃完药之后 才能勉强入睡 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之前根本就没有 就因为这个事发生以后 其实说实话 你跟小郭来比 可能您的年龄 相当于他父亲 那个年龄了 对吧 那谁啊 我说真爱言无意 直接打个招呼 咱们可以说 小郭好久没见了 用语言上 或者手势上都可以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经的别人同意 咱这种行为 确实给别人 造成一种困扰了 他对于这个 比较敏感 所以我就基于 这个行为的话 让董先生 给你们道个歉 你们接受就接受 接受 对不起 郭令那天 是我不能让碰你 对我们接受 不管是出于 有意无意也罢 特别是一个女性 咱注重一下方式 避免给别人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好吧 我主任 我自己的行为 那你有啥想法 他这个行为 已经对我们造成了 这个身体精神上吹产 因为我们也没有 详细算清楚 是没办法 给他要医疗费 我们想走法律途径 把这个医疗费要过来 至于说 你提出了这个索赔 那咱们得拿出 法律的证据 能证明你的女友 所得了这个病 跟董先生这种行为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作为小国呢 遇到这种事呢 可能心里有一些想不开 但是咱们的路还很长 最主要是 要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自己也要开讨自己 对 郭女士对于公司 中层领导的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很是反感 并且这种事情 是发生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那公司真的这种现象 又有什么样的 一个助理意见呢 就是我们单位 不好去 界定他的性质 我们只有交给警方 该调证人 调证人 该调监控 调监控 那么我们也希望 咱们能够妥善地处理好 这个董先生 和小国之间的这种矛盾 那肯定是 作为单位来说 每个州都是开 所有部门的人工拿会 具体上 我们在新化规范 新化要求 性骚扰发生地 通常是在封闭的环境中 存在着认定难 取证难的情况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面对性骚扰女性朋友 就只能沉默 反之更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去控诉这种行为 最近几年 各地发生性骚扰的事件 也是屡见不鲜 我们去看看 大家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2021年3月 新京报新闻报道 江西干州女子 被虞都县司法局副局长 性骚扰 2021年8月 积木新闻报道 江西上饶一中学老师 被指骚扰女生 2021年10月 武汉建水县 容媒体中心报道 武汉火车站 一乘客反乘途中 性骚扰女学生 可见 不管是学校 职场 还是公共场合 都可能是性骚扰的 高发地 那么针对 屡屡发生的性骚扰事件 市民们又是如何看待呢 身边的人 包括你们自己 有没有遇到过性骚扰 没有 但是在抖音上刷到过 有呀 我遇到那次 就比较 比较恶心 躲在坐着 然后那个男士 就是在公交车上 就他站着 然后他用他的下体 碰我的肩膀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不太懂 后来他又撞我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有点不太对峙了 不太舒服 让我感觉到很反感 像我部门的一个女同事 我发现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的一个安全范围 是比别人会更宽一点的 就是说我和他 稍微聊天的时候 稍微近一点 他就觉得不舒服 他说那你离我远一点再说 就是他会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说话 然后后面 我就会注意这个行为 这也不一定是性骚扰 就是有可能他觉得 这个范围不舒服 什么样的举动 对你来说 算是性骚扰 特派员在街彩中发现 不同的人对于性骚扰的界定 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在遇到性骚扰时 市民又会选择 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呢 2017年10月份开始的 咪兔运动 让性骚扰曝光 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而我国也早对性骚扰 有所关注 2005年 我国首次将性骚扰 泄入法律 2021年 我国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中 更是对性骚扰的概念 进行了首次界定 这都更好地保护了 受害者的权益 性骚扰往往发生在 封闭的空间 或权力不对等的个体之间 在今天呢 性骚扰现象依然存在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的 社会的 文化的 和个体的 等综合因素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在于教育和疏导的不利 所以 为了减少或避免 性骚扰现象的发生 我认为 我们可以从 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一方面 加强法治宣传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达成社会共识 扭转错误的社会观念 以根除 性骚扰存在的土壤 另一方面呢 加强公民教育 通过家庭 学校和社会 多方协作 对公民 在不同阶段 进行健康的性教育 形成正确的性观念 最后 面对性骚扰 我们要及时禁止 改于发生 不做沉默的羔羊 勇敢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实际上在公共场所 职场与学校 许多被忽视的角落 性骚扰并不罕见 而遇到性骚扰 首先啊 一定不要害怕 头脑要保持清醒 及时出言制止 如果一旦受到了不法侵害 更要第一时间报警 配合警方将犯罪分子 绳之于法 以法律手段 向违法犯罪说不 来自郑州的杨先生 求助我们说啊 他们家老旧小区改造后 房子的外墙 一直往屋里渗水 哎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开始都发霉了 霉了 像地球掉的 像牛皮旋一样 二十多年没有落过水 这是政府关心这个 老旧小区的居民 居住条件 做了个乱墙 保温 都是漂亮了 好了 但是施工单位 没有把认真 做这个工程 只任人搂住泡沫 这个泡沫这个抠烂 它不碰烟 没碰烟以后 一下雨 雨水都溜到泡沫里头 这个水顺之呛 往呛里头淫 下面到小区 其他业度下去看看 有没有落水的情况 原来这样子 我们家就刚发了墙 这样子 然后帮外墙中 一下雨就冲电了 那房子一见没有这个情况 就从这次干燥 弄了个人送 弄了以后 这一下雨 把这下雨都射成这个样 从七楼到二楼 一楼没有人 我们去看了 谁家都漏水锅 A过A家都去看了 我现在在小区的外墙 那个墙角处 你看这个地方 根边就没有密封 里面的缝这么宽 只要有下雨 它肯定会挂着陷水 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工程 外观做得很漂亮 但是出现了漏水情况 大家也很糟心 就这问题 下面到社区去问 下面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不验这问题咱知道知道 知道 知道以后咱都做了啥工作呀 已经在和那个监管公司 也在联系 包括和咱上级领导部门 也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一 工程没有做好 二 浅关不倒尾 验收的时候 咱社区造成了没有 它现在那个外墙保温这一块 它在一步一步验收 验收如果它合格了 就是合格 不合格 你就是不合格 缝那么宽 下雨怎么办 这些问题 实不反考虑了没有 作为咱政府如何监管 我们社区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然后联系这边 就是联系咱那个施工方 然后推送他们 赚点时间给咱们维修 正统节 三十四号月 漏税这个情况 居民反映了几个月了 社区还是不能马上解决 所以下面反映到 街道办事处 验收了没有啊 没有验收 还没有验收呢 现在还属于工程阶段是吧 是是 确实我们也去看了 有些地方是我们的原因 既然是你们的原因 下面准备咋呢 我们现在第一时间 也是联系了工人 去维修这个东西 这个修肯定是要修的 能修好不能 关系 这个没问题 这个惠民工程 确实搞得不错 外观来说 看着还挺美的 挺好看 但是中间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事情 我们都跑几个月了 一直就没有解决 下一场雨 我们心疼一次 下一场雨 我们心疼一次 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难受 一方面原因是这个 因为这些墙体 因为下午雨 因为今年雨是比较大 一直因为就是联姻雨 因为墙体很多都是潮的 需要一段时间 去把里面的潮体给散出去 最晚啥时间能够落地 这个的话大概也就15号之前 咱也多方协调了 下一步咱会跟那个建设局 完了以后进行就是进一步的协调 尽快把这个事给落实了 排查排查 咱们办事处 其他地方有没有漏水的情况 我们这个登记的都有 民生工程一定要做好 好吧 如果有问题了 及时的跟公司联系 跟这个建设局练习 好吧 好 没问题 这个工程一定要在咱半数里 协调和领导下 一定要做好 好吧 好的好的 像正通路9号院这样 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彻底 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事 其实并非一例 我们的节目之前还报道了 郑州市幸福路9号院 同样因为小区改造结果 造成了下水道堵塞 院内污水横流 10月19日 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多起 老旧小区改造 给居民带来不变的案例 明确提出了 要彻底落实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的观点 正如节目里 居民所说的这样 这是一项惠民工作 广泛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把这项工作做好 也确实不容易 这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 下大力气去管理 去聆听群众们的心声 把这项工作 彻彻底底的 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 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资金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目的是要解决一些 老旧小区存在多年的顽疾 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在实施过程中 恐怕还是要多听听 群众的意见 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只有这样 才能让惠民工程取得时效 赢得群众的掌声 对于此事 百姓315也将继续关注 下面这件事呢 也是关于老百姓的民生问题 李先生家里的燃气不通 好长时间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去看一看 做饭这就用了半年就断了 就当一个摆设了 又买个电磁炉 偶尔停电了还用不成 这不提六楼这么高的楼层 还得搬个煤气罐上来做饭 我们这里的天然气 已经断了快四个月了 热水也用不成 做饭也不方便 现在这是热水 留半个小时都不会有热水出来 因为没有燃气 这个淋浴没办法用 就是烧完热水放在这盆里 我们再坐在凳子上洗澡 烧完一锅 然后不够还得再去烧另一锅 就是一锅一锅地烧 一锅在电磁炉上 二三十分钟才烧完 现在洗完了 那一锅不一定能烧热 去不上 看现在这么冷了 孩子都有时候都冻得流鼻涕 本期特化员陈湘 他们是哪个小区的 澳大小区 这个事我不清楚吗 我说你找一个清楚的人 可以啊 您找个清楚的 好吧 这几个月要用不上去 你看十六楼 什么你看愿意不愿意 咱这是农村的 是不是 那老百姓开玩笑 假如说是呢 得跟上吃饭吧 一天三天 就没有去了以后 没有电 我只能去接上吃了 就是赶紧送上 咱现在不着急 咱先听听领导过来 看看是什么原因 到底能不能克服 您联系什么情况 联系过来 然后他 主要是今天没在这 军民的问题 我也可以给你解决 前期 他们不知道 给谁翻译了 但是这个问题 没有到我这 我有啥 来来来 咱不要着急 咱来的就是说 想办法要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掉 对不对 听起缘因死 因为守这个 720这个报约 然后在下面这个 关岛被重断了 现在公司这一块 也在组织人员 微修面接 不是老百姓不让的 你说是水灾 他不是说 今天断了 明天我就给您闹了 已经几个月了 他们该解决不该了 你说水灾 大家都理解 这个不可抗拒的原因 但是到现在为止 是三个多月了 居民是非常的不方便 这个施工需要这么久吗 三个月都还没有完工 因为中间 它是牵扯到几公里的管道 中间不是说 只有单单一处 大桥下面 那个管道 都是现在是断着的 中间牵扯到协条问题 我们就想办法 把这档管道 给它绕过去 我们找能通的地方 我们就尽快 把这个管道给连接上 修着了 国家不叫做梅球 天赶上了 断一断几个月 没一家没啥了 又去买点子 叫它给它随时都拿着 要给它把钱对 大叔说了 他所要赔偿 从720之后 我们这个公司 河道里面的管道 被冲断 受这个财专损失 大概是两三百万 另外我们找场修队伍 公司再出材料 这一块 我们又花费了几百万出去 没有人对我们公司赔偿 工艺咱们都知道 受灾特别严重 所以咱们大家 也都多多理解 那个管子冲断 我希望看到的是 他们加班加点 紧迫地在施工 作为一个服务企业来说 老百姓的事 我们肯定是放在心上的 咱们旁边的小区 咱们也可以看到 之前他们也是挺起的 现在人家已经恢复供气了 证明说公司在做这个事 不是说 没有往前推进这个事 就是咱们这小区 我们也是排的有计划的 就是大概在11月15号前 赶在采占期之前 要给他们一小区 恢复上贡献 11月15号能保证通气 是吗 可以可以 刚才他也承诺 我们也见证了 我们相信这个事 咱们接下来就是等待 给大家也做好解释 好不好 好 天灾难避 人心可惧 争分夺秒 恢复生产 也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抢修 通上燃气 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安心 好的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 这位求助人 他的车坏了 不仅报了保险 还报了警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去看一看 你说报道案 包括我们看到的现象 那都是有水 我就说了 副驾上有积水 然后空调坏了 是因为这个泡水车 是我们的认定的 这个存在是我们承担 这个事我是不认的 我的车空调坏了 来这个凯迪拉克 私人店修空调 然后他给我说 报个保险吧 几千块钱 我想说几千块钱 那就报个保险吧 报完之后 他们给我安成 设水车去报了保险 那你的车辆 到底泡水了没有 没有 本期特派员张恒强 车呢 是当时来了之后呢 说是车又进水 我们看到就是进水了 然后一个方案 我们就给客户商议 你是走保险 还是自费 客户说那是走保险 那就先生就自己报了保险 我们当时安排了定狠 老师对这个车辆 进行实地查看 查看的结果是 发现这个主驾驶 在那个地点下面 有潮湿痕迹 右侧的话 有生锈的这个痕迹 我们从查看的这个 最终结果 能够判定这个车的底板上 当时在客户报案的时候 是进过水 结合客户 给我们当时报案录音的情况 我们就认为 它这个属于 报与这个保险责任 给它进行的 就是事故处理 当时是副驾 确实是有一点积水 我怀疑是空调漏出来了 车是我自己开过来的 我自己 它要是涉水的话 我能开过来吗 你说报当案 包括我们看到的现象 那都是有水 车干还报过了 对吧 你别快线到了 你说我车不是进水 我就是说了 副驾上有积水 然后空调坏了 我可以把录音翻出来 副驾进水 然后空调坏了 海先生认为 从他提供的录音可以听到 他当时报保险的时候 并没有说车辆涉水了 而是后期4S店修车的时候 按照涉水车进行维修 而且没有让自己确认 导致车辆的保险记录 变成了涉水车 你要说这个事 是不是因为我们电话 没有打这个电话 或者没有危机 短信确认 就是因为这个泡水车 是我们的认定的 这个责任是我们承担 这个事我是不认的 我认为他们这不合理 也没通知我 就这样给我报了保险 车成水盐车了 我们正常是干的 涉水球的车辆水车情况 里面有水 其实我们正常应该是在 入入系统的 也符合客户的车辆 真实情况 也符合厂家的要求 说得非常好 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 没错 当时这位先生的想法是 他要把这个案却掉 然后我们这个离赔款 要返回到办公室 记录还是永远是有的 有这个出现记录的 他一查人家还会怀疑 他是涉水车 所以还是会贬值 许识还是不许识 我认为先生报过案之后 对吧 我认为要由自己负责 如果是我为他报到案 那我来负责 由于车辆保险记录 变成了涉水车 海先生认为 这会造成车辆贬值 现在要求把这个保险记录 撤销掉 你要说这个车 能不能说是 这个包干的鲜路销掉 我们该努力的 也努力过了 把公司后台 确实撤不掉 因为你报警记录 是你本人报警的 有录音的 这个报警记录 是不可以删除的 给你法律法规 所以说你这个诉求 这个诉求 我们保证 我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能违法违规 这个我们也不会支持的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这个前期客户也已经 相关报告 有报警记录 我们这一块也遵循 最终这个派出所 出去的最终结果 到时候根据结果 我们来就是处理这个事情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事 咱们都得实事求是 按规矩办事 好的 在这里呢 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公共频道联合河南中都皮肤病医院 推出了预见民医大型公益活动 全省征集50名家庭困难的银械病患者 进行爱心公益救助 报名电话03716605388 到灯门制线 从纷争到握手言和 从宣泄到诚恳道歉 转变如何一步步完成 河南省信房区 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联合指定特派员 现场街坊 说情奖礼国法 倾听百姓声音 解读民生诉求 百姓315周末特别晚 百姓信房 每周日晚7点40 与您准时相约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啊 发生在郑州市的 天伦琥珀名城小区 物业一年20万的广告收益 到底花到哪了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小区里边公共收益 你知道都有哪些部分吗 那么就电梯广告费用 还有这些什么菜鸟一栈的 这饮水机这些费用 外面人家在这小区里面板摊 收那些费用 做活动的费用 你给那摆摊 现在一天给物业公司 需要缴多少钱 我不请 我刚来到 那个临时摊位 每天给咱物业 给这摆摊 一个摊位给那些物业 缴多少钱 一百 这个费用缴给谁了 缴给我们的 物业 咱们给它开的 有嫖矩还是手矩 对 有手矩没有 应该是有手矩吧 有手矩 咱们能不能把手矩提供 给我们看一下 存给人可以 今天不是菜我在 临时他不在 是下午去公司开会了 在现场 郑州琥珀名城 物业经理 不仅无法提供 小区临时摊位的 收费票据 而且其他广告 收益的合同票据 也无法出示 属于公区 所有的景应 收益的一些名气 电梯广告 灯墙广告 销区商贩 这些东西 都应该有手矩 收他们多少钱 多少时间的 都应该有手矩 或者有卸议 对不对 而你现在 什么都没给我提供出来 根据郑州市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物业服务区域内 管理收益 收支情况 应当依法在小区 显著位置 进行公示 那么天伦物业 到底有没有 进行公示呢 我们物业公司 就是每年都会定期 给业的公司 这个收支 明细 今年到公司 我们要 2021年等于说 是到明年 就是3月份 4月份公司 做完了仗之后 然后就是 选择何时的时间 都有公司 管理 随后 天伦琥珀 名城物业经理 提供了一份 2020年度 物业收支明细 其中 经营收入20万元 那么 这笔费用 到底花到哪里了呢 免费摸到摸尖子 免费送大白产 这也是汇汇小区 也入了一个 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 你看明年送大白产 这些小区 这么多费用 也可不少了 对于小区 公共收益的使用问题 不少业主 存在质疑 广告收益 有没有公示过 没有 你看电梯广告 或者院里边 那个灯箱 没有 等等 没有公示 广告 少总绪 我们这边 都没有任何的收益 肥用从来没有公示过 我知道可能是 归业主所有 冬天发一次白菜 可能就做个义务 就是磨磨刀 做些这些义务 公取收益清 我不是收了20万 收了多少钱 你业主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你也给他支出了 也给他花费了 但是业主不明白 四季年的老小区 无业费表率也比较低 然后现在这个任工 大家也都知道 是吧 也挺高 然后咱们这边 所要没念 就是 基本上的 亏欠的状态 但是公示 希望能就 光大业主 能看到 起到一个 整整公示 一个作业 我说 在物业公司 现在完全可以 接受 这个大众的监督 郑州物业管理条例 已经实施 如果业主 怀疑公共收益 被物业公司侵占 或者挪用 业主可以向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进行投诉维权 该公示的要公示 要让业主的每一分钱 都花得明明白白 对于此事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当然 如果您的小区也存在着 物业不公布广告等 公共收益的情况 也欢迎您拨打电话 0371-6560-5388 与我们进行联系 那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河南省职工医院 神经外科举办 脑病公益疫诊活动 帕金森病 三叉神经痛 面积精卵 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